土黄色的泥水 犹如瀑布般悬泄而下 在雨中泥流漫过的水泥墙 一路冲刷到海边 看来让人心惊 屏东环蒙成员拍下影片 怒轰阿朗伊古道旁的水泥路 因为工程没有做生态检核 破坏水土保持 才会遇到下雨形成了泥瀑布 一样会再流出来 塑胶土包袋 事实上就是一种塑胶垃圾 補救措施可以说是越补越糟糕 那边是属于风越岩 而且是顺向坡 小量导量都会这样扳 上面我有弄水泥墙稍微高一点 就是要挡这些 在下午接近两点的时候 这个地方又开始在奔炸 跪手不停挖阿挖的 感觉要把大大小小的土石 实际段落的树枝清理干净 连日大雨加以129线到8公里处 也就是阿里山通往达纳伊古的道路 9号起就出现崩塌的情况 9日抢通了 10号一早又再次崩塌 工程人员只能在现场待命 随时抢修不敢大意 担心落石不断 影响师生通行安全 阿里山三美国校决定 11号停课一天 下午2点开始嘉义市区降下大雷雨 国一嘉义交流到寒冬出现积水 水深一度超过半个轮胎高 警方紧急出动微封锁线 指挥行进车辆减速慢行 TVBS新闻叶凤达季健亨 南部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